演艺圈是个是非之地,为了追逐利益,处处充满着钩筋斗角,所有人都在为了一起私利谋划着。 然而在演艺圈中除了名利,对于追求感情一事,也是精彩到有如八点道。 各种出轨和夺情事件屡屡在网络中上演,而且一经爆出总能引起热烈讨论。 而今天要说的艺人于陈庆当年与伊能静的感情纠葛,至今人为人津津乐道。 当年他和伊能静一度被视为精童玉女,也被视为演艺圈恩爱夫妻的典范,但就是这一对模范夫妻却最终走上了分道扬镳的道路。 如今,伊能静已经与男友秦浩结婚,而于陈庆这几年也在内地发展了风生水气,并且还传出了师徒恋,和自己徒弟吴莫仇谈起了恋爱。 尽管真正相差三十多岁,但年龄不是什么问题,当时甚至还大有好事将近的势头。 他们的缘分是于2012年的中国好声音,那一节好声音深受欢迎,诞生了很多著名的歌手。 但其中最受争议的莫过于吴莫仇了。 彼时有很多观众特别讨厌他的声音,认为像是鬼哭狼嚎,不过导师于陈庆却很看好他,并成功将其带到决赛现场,也让他凭借一曲流星雨被听众彻底爱上。 后来吴莫仇被拍到在台湾街头逛街,也让网友怀疑他和于晨庆走到了一起。 后来网上甚至爆出了两人的接吻照,并且大肆宣扬二人已经在台湾同居的消息,但这一说法始终没有得到证实。 时过多年之后,吴莫仇首度回应和恩师于陈庆的关系,面对观众的疑问,他淡淡地说,非常感谢于陈庆老师对自己的栽培,也很喜欢听他唱歌,但更深的交往并没有,以后也没有一起拍戏的计划。 至此,这段绯闻正式宣告结束,而当年因伊能静出轨离婚的于晨庆,于2016年重新步入婚姻殿堂,选择于新闻主播张嘉欣结婚。 单看外貌,张嘉欣或许比不上伊能静,但是自身的气质以及才华却完全不输,让人赞不绝口。 两人结婚的隔年六月,就生下了女儿,接着又有了儿子,仅用两年时间就凑成了一个好字。 这对相差14岁的夫妇,自从被媒体曝光以来,也一直恩爱有加。 其实,张嘉欣的身份很不一般,不仅实力强大,还精通四国语言。 她做了十几年的主播,高中是在瑞士上的,大学则在英国学了酒店管理。 而她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文静闲雅,比起伊能静更符合于晨庆家里人提出的条件。 而于晨庆这辈子多多转转这么多年,也是到最后才终于觉得,好像这样的婚姻更加适合自己。 除了优秀的学历以及个人履历外,张嘉欣的家世也是相当优秀的。 她是家里的老二,有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,三人的外貌都很出色。 姐姐张嘉禾当年还是化妆品家里宝的御用模特。 张嘉禾15岁时从瑞士回国,被星探发现后,在家里宝拍摄广告长达四年。 因为很上镜又有清秀的眉眼,在当时受到了很多的关注和喜爱。 后来,嫁入红林航运做少奶奶之后,就鲜少露面。 据媒体报道,张嘉禾曾表示,自己没有意愿进入演艺圈,只想过普通人的低调生活。 妹妹张嘉恒长相是比较甜美的,与大姐长得比较像。 可能光听名字,大家不是很熟悉,但是看到照片应该会有几分印象。 她曾在歌手王力宏的MV中担任女主角,张嘉姐妹都比较随性,张嘉恒很低调,后来也没有继续留在娱乐圈。 现在长期定居在美国。 而张嘉欣或许是因为自小加教好,所以做事相当干练。 但也因为比较低调,这么多年鲜少有不好的新闻报道,大多都是与老公于晨沁带儿女出去玩,脸上也一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 其实,在遇到于晨沁之前,张嘉欣已经两次与豪门太太擦肩而过。 第一次交往对象是赞泰建设的二公子邱耀震,不过因为工作时间过长的原因,要人聚少离多,最终已分手收场。 第二次是于台中樱花集团小开张永杰。 可惜这段感情虽然有恋爱之实,却很少有新闻流出,就连分手的时候都没有切实报道,算是无疾而终。 再后来,他陆陆续续传出过几段绯闻,但均未承认,直到遇见于晨沁才得以成立一个幸福的家庭。 而张嘉欣能吸引如此多的名门公子,自有难得的过人之处。 前两年的时候,他还和于晨沁从台北市大安区一品大厦的住所,搬到信仪去的台北花园的豪宅。 以月租金30万元和40万元,乘租12楼和13楼,与母亲张振芬住楼上楼下,享受着三代的家庭生活。 不过近来却传出,于晨沁曾去敦化北路的豪宅华谷民住看屋,该建案每平要价200万,每户总价高达2亿。 看来一向在东区出手制产的他又有了新目标。 该豪宅社区住户来头不小,根据地级资料,有华谷建设董事长,钟荣昌夫妇,住顶楼二户。 泰宿集团王家已超过20亿买进8户,历经集团创办人黄崇仁,家族砸6.2亿元,买下高楼层两户。 而这里因为临近小巨蛋,附近有捷运,距敦化小学等学区也不远。 对于张家兴生了一对儿女的于晨沁来说,的确是适合一家子的区段。 值得一提的是,他与伊能静所剩的大儿子小哈利,除了大学如愿考上纽约顶尖的艺术学校帕森斯学院,也因女装装扮被挖出而成为话题。 不过,网友都赞赏小哈利敢于做自己,纷纷给予了肯定。 前些日子,于晨沁还精传健康亮起红灯,下人模样也被曝光,让人相当忧心。 据他本人透露,当时是因为参加路跑活动,也说自己平常就有跑步、游泳、骑车的运动习惯,跑四公里对他来说再轻松也不过。 然而,对健康很有自信的他,却突然晒出眼睛红肿的照片,画面相当惊悚。 他还写道,忽然心头一震,莫非有妖孽作怪,更把自己的眼睛比作火眼金睛,乐观心态也让诸多粉丝大笑不已。 但也有粉丝提醒他,记得看医师,注意安全,多休息。 而他因为爱运动而出事,还不止这一次。 之前他还曾发出一张送医治疗的照片,一样引起粉丝担忧。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,他全身多处,擦伤带血。 其中左手肘,左脚处伤势严重,可见大范围伤口,而且冒出阵阵血迹,疑似是骑丹车受伤。 在网络上晒出一连串治疗照片的同时,他还自嘲。 网撞绷带,很性感,更大去撑,受伤的伤口形象很像齿轮。 最后也不忘分享自己包扎后的模样,笑说包装完成。 看起来他的左手肘,左脚膝盖和右手掌都有伤势,幸而都是皮肉伤,就医消毒后完成包扎。 如今,婚姻中的于晨庆与伊能静热衷于秀恩爱,秀家庭的风格不同,对家人向来保密。 二婚后,也从来没有带着妻子公开露面参加过活动,一对儿女更是神秘至极。 不过,前段时间,他却罕见高调一回,首次晒出了一家四口的合照,原来是带着妻子儿女出门爬山放风了。 照片中,他素颜出镜,眼角满是皱纹,整个眼神也显得尤其疲惫。 妻子儿女一同以背影出镜,依旧没有曝光儿女的正脸照。 他的冰发斑白,发际线也逐渐变高,具有保养状态来看,显然不如前妻。 不过,小他十四岁的妻子张嘉欣在他俯派的镜头下,依旧有着修长眉腿和初挑的身材比例,身材完全不输一能进。 虽只是一个侧脸出镜,但高挺鼻梁在线,素颜肤色白皙。 而且,结婚后张嘉欣也是全心全意投入家庭,亲自照顾儿女。 照片中还宠溺地牵着儿子小手,看起来非常贤惠温婉。 两岁多儿子罕见出镜,留着西瓜头非常可爱。 一身冷色系造型,而不满四岁的女儿则是穿得粉粉嫩嫩,留着一头披肩长发,仿佛小公主一般。 于晨庆对两个孩子一直非常保密,这还是首次晒出家人。 虽说是家人,没有一个卢正脸的,但是整体氛围却非常温馨可爱。 妻子照顾孩子,他背着出行装备,很是体贴。 大概每个爸爸都是女儿奴,他也不例外。 之前罕见被拍到独自带女儿走机场的画面中,就感受到了他对女儿满满的爱意。 大概是为了照顾女儿,他切实做到了减装出行。 只是当时一车乱乱的外套和行李背包,着实显得太随便了点,更像个日常出行的奶爸,一点明信的精致感都没了。 而他的前妻易能静如今也已经是53岁的年纪,但看到他的人都夸其包养好,简直就像个美少女。 虽然有些夸大的成分,但对比被网友说成老爷爷的于晨庆,的确是年轻许多。 依能静的一生可以说没有丝毫遗憾,实现了事业感情双丰收。 他在于于晨庆分手之后,于2014年遇到了小他10岁的秦浩,两个人因其深情,最终成就了一对姐弟恋情。 但因为之前的失败婚姻,外界对他的姐弟恋并不看好。 不过,如今这么多年过去,他与秦浩用事实证明这段婚姻是幸福的,质疑的声音也渐渐淡了下去, 反而多了许多祝福。 纵关于晨庆的过往,其实他本身并没有犯下什么错误,当年与一能静之间自己也是受伤的一方。 时至如今,两人都各自拥有了崭新生活,所以再去提及过往就没必要了。 作为旁观者,也应该送上祝福,希望他们今后能悉心经营好自己的家庭,和家人共享幸福生活。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,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,欢迎点赞,订阅,转发。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。